白貨週年慶滿滿購物民眾 但放眼望去外籍遊客 大多來自東南亞 外圍廣場聚集人潮更是明顯 過去白貨廣場前 都是滿滿大陸旅客 但現在旅客不來了 連遊覽車也明顯減少 旅客不來了 台灣民眾很有感 過去大排長龍的伴手禮區 不見甚極 兩年多前 他們需要在這個地方派三個人 可是現在您看看 他們只剩要派一個人來 從前十部遊覽車停下來裡面 至少七八部是大陸遊客 陸客減少 業者自救 結帳方式紛紛打出微信 和支付寶都可以 因應大陸十一黃金週 白貨週年慶後 緊接著推出國際旅客購物節 旅遊業寒冬 鳳梨酥名店 感受最強烈 陸客市場原占營業額5成 但2018年營業額明顯掉4成 根據統計 陸客最愛使用的營業卡 2017年在台刷卡總額 和過去相比腰斬528億 以一盒300元鳳梨酥計算 相當於減少消費1.76億盒 2016年到2017年 在北市消費力一共減少60.68億 相當於少購買了2000萬盒鳳梨酥 高雄近28億 桃園 台東也相繼成為重災區 很多是有很多限制 所以說過來的話就很麻煩 很複雜 所以說很多人想過來 是沒辦法過來 連岸高層不對話 旅遊業首當其衝 蔡政府毒氣 商家們成最大犧牲者 記得黃明珠 渥文宣 台北報導